无知无爪 无脚无脊 身体呈优美的曲线 弯曲呈C字形 这条古代堪称极简主义的玉龙 被认为是龙最初的模样 C型玉龙出土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 是距今五六千年的红山文化的代表 也是中国已发现的 时代较早的龙的形象之一 较为出名的C型碧玉龙 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而在赤峰市翁牛特齐博物馆 还有一件比碧玉龙年代还要早的C型黄玉龙 它自带C位 是当地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黄玉龙是1949年出土于翁牛特齐的新地村东拐半沟 黄玉龙通体为黄色 头部和尾部是褶黄色 通高是16.7厘米 称英文字母C型 它的雕刻工艺叫臂玉龙简单 您看它的纹布是前身的 微向上翘 嘴紧闭 双目凸起像两个水滴状 用两条短线是表现了龙的鼻孔 额下呢 刻有三角网纹 静集上起长裂龙背上钻一小单口 那实验证明 穿上绳 玉龙的头 尾 恰好是处在同一水平面上的 可以说是头不低 尾不翘 这件玉龙呢 也是细部用浮雕 浅雕手法表示 是通体琢磨 光滑圆润 首尾相顾 美目留盼 给人一种潇洒 敬意 神奇的美感 那经苏秉齐先生见底 其实黄玉龙和碧玉龙一样 也是新时期时代红山文化文物 其实从制作手法上来看呢 它的年代比碧玉龙还要早 还要珍贵 1993年被并为国家一级文物 那我的左手边是碧玉龙 右手边是黄玉龙 两件红山文化时期的玉龙都出自翁牛特企 说明这一地区在我国龙文化起源 发展和演变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把中华古代史的研究从黄河流域 扩大到燕山以北的西辽河流域 从而促进了中华古代史的研究 确定了西辽河流域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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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